卡努台风在仁爱乡造成严重的灾情 台书科集团中头有线电视公司 为了善尽社会的责任回馈地方 捐赠了20万元来给南投县福 希望能尽绵薄之力协助县福来进行灾后的重建 县长许舒华这天也前来颁发感谢状以表示感谢 卡努台风在仁爱乡造成严重的灾情 许多居民的家园是需要赶紧来协助重建 中头有线电视公司就秉持着在地企业的社会责任 捐赠20万给南投县政府 中头有线电视在我们整个南投地区中部地区 是非常重要传递媒体的媒介 也是长期以来我们县政府的好朋友 今天也特别对于这次在卡努台风 有很多仁爱乡的这些受创的情形 也希望能够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今天也慷慨解难20万元 希望能够来帮助我们仁爱乡的乡亲 我在此也特别感谢他们 为了我们地方上的乡亲朋友 也未来我们会跟中头有线公司 大家继续的来洗手合作 把最好的一些的讯息 最正面的力量传递给南投乡亲 在这次卡努台风的灾情当中 中头有线电视公司 在仁爱乡的线路和光纤也受到损坏 出来以最快的速度来修复 维护民众的权益 也希望尽眠薄之力来协助 县府后续再重建的工作 这次仁爱受到风灾的一个后续的风雨的影响 导致整个一个陆基 然后还有所有的一个民众的生活 都受到大幅的影响 那我们中头有线电视 身为地方的一个媒体 虽然说我们本身也受创 但是为了响应 整个一个南投县政府 对于仁爱乡的支持 所以本市公司也是提拨了一个20万的部分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仁爱乡 尽速的恢复所有的一切的一个事务的正常发展 其实我们有线公司呢 本身在整个南投地区 这个网路的部件 也还有很多这个管线的部件 在仁爱乡也是非常重要 这次其实他们也是受灾户 现在也是快速的跟着 我们的电力一起开始在恢复 希望让所有我们的收信业者 跟收视户呢 都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 南投县长许淑华非常感谢 中头有线电视公司为地方付出 其他有了大家的爱心 一定可以帮助受灾户 早日来重建家园 记得宣布的南投县长许淑华